要将系统升级为DEMPS Dolby Atmos Production Suite 还是DEMPS Dolby Atmos Mastering Suite 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 DEMPS是基于单系统的工作流程 指的是杜比渲染器与你的数字工作站在同一台电脑上 而DEMPS则是基于多系统的工作流程 杜比渲染器在单独的一台电脑或是服务器上工作 这样的系统构架也具备更强大的处理能力 然而不论你的设置如何 工作流程基本上保持一致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将与大家分享如何在五个步骤内 在苹果电脑上免费设置DEMPS 首先第一步 我们去杜比的官方网站 填写必要资料 下载免费90天试用的杜比全景深制作套装 和杜比的MusicPanner 安装完成以后 先打开杜比的渲染器软件 Dolby Renderer进行设置 打开编号设置窗口 所有快捷键打在屏幕下方 Audio Driver 音频驱动选择Core Audio Audio Input Device 音频输入设备 选择Dolby Audio Bridge 这是因为我们要用一种 叫做Dolby Audio Bridge的工作方式 将渲染器与工作站建立连接 工作站的音频信号 通过Dolby Audio Bridge 输出给渲染器进行处理 渲染器将多声道环绕信号 或是双耳处理信号 分配给监听系统 当然 Audio Output Device 音频输出设备 我们应该选择监听系统 所使用的输出设备 或声卡 因为我现在在家工作 并没有环绕声的监听系统设置 我只用一对监听耳机进行工作 等混音做得差不多 我可以将工程带到 杜比认证的杜比全景声音乐混音棚 完成我的混音工作 外部数字同步源 External Sync Source 在最新的3.7版更新中 这个选项已经是灰色 默认选择为LTC Over Audio 意思是通过音频来传输LTC时间码 以锁定系统间的同步 LTC Input Channel 只要选择与工作站LTC 输出相一致的通道即可 在这里 不用的系统默认的129通道 Frame Rate 视频帧速率选择每秒24帧 对应音乐混音这是最佳的无损设定 采样率我们选择48K赫兹 到Headphones紫菜单 选择Binaural 双耳渲染处理模式 然后我们打开Protools软件 在打开新工程之前 先设置Playback Engine 在设置菜单下 Playback Engine窗口里选择 Dolby Audio Bridge 作为播放引擎 通过Dolby Audio Bridge 将信号传输给杜比的渲染器 渲染器能够实时处理和渲染 同时将环绕声信号输出给监听系统 之后我们来设置Periferal 如果你是Protools Ultimate的用户 在最后一栏的菜单里 会显示一个叫做Dolby Atmos的紫菜单 从那个窗口 我们点击Enable选项 启用杜比全景声 如果这个显示灯闪着绿光 那么你可以到这个下拉菜单 选择你的电脑 如果成功建立连接 这个应该是长亮的绿灯 如果你用的是单系统 这里只会显示一台机器的IP 如果使用的是多系统 这里会显示多个机器的IP 下面我们来开始设置IO 开始前我们先删除掉 之前所有的IO设定轨道 然后选择导入所有IO设定 你可以看到IO模板中多了 杜比全景声的选项 在这里我们先选择Dolby Atmos Renderer Dolby Audio Bridge Stereo 导入后你可以看到 前面10个通道是Bed的多声道输出母线 还有从Channel 11到128 总共118个通道的Object可以使用 然后我注意到 后面Mapping to Renderer的选项 没有工学上 那我们来选中所有的128个通道 打开其中一个立体声通道的下来菜单 可以显示单声道选项 按住快捷键Shift Command Option的同时 勾选其中一个单声道的选项 现在所有通道都Map到对应的渲染器输入了 下一步就是新建Protools工程 命名为Atmos Setup 你可以在模板工程里 找到杜比全景深的设置模板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摸索 很方便 但是由于整个模板的工程非常庞大 一开始很难找到北 所以我就从空白的开始 量化精度和采样率选择2448 Interleaved 然后点确定 打开Session后 我们先在这个选项窗口 将Object南设为可见 然后导入我事先准备好的Stamps 然后我将所有Stamps的输出设置为7.1.2bed 现在所有Stamps都被分配到环绕生母线上 如果你想要将任何一轨发给Object通道 你只需要到Object这一栏 选择相应的Object输出 然后点底下的Bus 这一轨就会切换成Object 你随时可以将一个轨道 在Bed和Object之间任意切换 打开旁边的小推子 你就可以控制全景深的Pan 把你的音源放到整个3D环境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里 在正式开始混音前 还有最后一步 先建立两个单身道的Aux轨道 一个命名为LTC 用来输出LTC时间码给渲染器进行同步 在插入的空白栏 插入一个叫Dolby LTC Generator的插件 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插件窗口显示的frame rate 视频帧速率是每秒30帧 与我们之前在渲染器里设置的不同 那我们可以到工程设置中将它改到每秒24帧 在菜单Setting底下的Session菜单窗口中进行修改 改好后 我们将LTC轨的输出改到Channel LTC 129 我们测试一下渲染器和Protos之间是否同步锁定 我们可以按空格播放轨道 你可以看到渲染器的时间码是跟随Protos走动的 那就证明时间码已经成功锁定 在多声道环绕声中 有一个LF1通道是专门给超低通道的 那我们solo save一下这个Aux轨道 命名为LF1 再加一个Channel strip的插件 然后我们去掉20赫兹以下的信号和120赫兹以上的信号 那我们这里高通滤波频率点设置为20赫兹 slope设置为24dB octave 高通滤波的频率点设置为120赫兹 同样的slope是24dB per octave 现在我可以将任意一个轨道发送到这个LF1通道上 然后将我们这个20赫兹到120赫兹之间的带通滤波信号 发给环绕声中的LF1通道 那我们现在Aux轨道的输出选择为Bed LF1 可以留意到Pen窗口中 也有一个可以发送LF1的选项 你可以通过这个小推子将信号发送到LF1通道上 但我更喜欢用我刚刚陈述的方法 因为我可以在LF1通道上加任何的插件 进行任何的处理 那我可以保证这个信号更加的干净 那到这一步就完成了 你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杜比全景声混音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记得一键三连按赞订阅和分享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